蘋果的主力產品iPhone 還有其他的硬體銷量下滑 現在蘋果未浪獲利極大化 他們除了調漲售價 再來就是提高自家晶片比重 把利潤留給自己占 降低對外部廠商的依賴程度 先前麥克電腦已經器用了 英特兒處理器 後來又傳出要捨棄 高通自行研發iPhone所使用的行動 通訊數數據晶片 本部報導了 最近傳出就連處理藍牙 還有WiFi等功能的 彭博通晶片組也可能會在2025年 一起被取代 消息一出 博通股價收盤重挫將近2% 高通也在盤中一度跌近2% 蘋果身為晶片大客戶如果棄單 恐怕對供應商造成嚴重衝擊 蘋果在博通的晶片訂單 就貢獻近七十億美元 佔公司營收高達兩成 高通也有高達一百億美元 二十二趴零收都來自蘋果 蘋果原本預計 今年就要跟高通分手 但是因為晶片的開發延宕 彭博指出了這個時程會延到二零二 四年底或是二零二五年初 之後就要看下去吧 叫做2 metal 2 metal 你也要看下方 你在哪裡